如果马来西亚和我们的职业只会赚1.5K的登场 我认为是比较好我们在外面工作 如果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我认为1.5K的职业是适合 我愿意成为无职业 工作自己的职业 并继续工作 然后工作在外面工作 哈啰 各位 不好意思 我有点个随意的问题 你认为1.5K per month 是足够在KL? 我觉得是够用啦 因为我本身是住在家里 肯定不足够 100%肯定不足够 如果我毕业之后 我还要租房子 还要付租金 然后还车 然后再加上生活费 然后还有买衣服啊 什么什么 对女生的家庭也不太够啦 你只需要管理货币 你的娱乐货币 必须要低下 我认为那是足够的 因为我真的不太花费 我真的不太花费 我最多一个月 可能会用到大概100块而已 真的啊 你也想吃食物在楼上 所以就不太花费 只要是充满 然后我还可以 所以说如果你们 退出 然后你选择很多工作 然后每一张工作 是1.5K 你仍然会费用吗 不 我已经要费用了 我觉得我会想到 最少的2.5% 从工作 像个税 我觉得现在的货币是2.5% 对 2.5% 因为在职业的经验 我认为那是 挺值得的 实际上 1.5K 我真的不太花费 这样可能会想要高一点 会想要高一点 可是你是觉得 想要少到两个钱 因为如果你问我 我认为 我认为 3.5% 另外的选择是 要花费用 职业的职业 我仍然会在职业 我开始工作 于是 工人的职业 我继续工作 然后工作 在职业 此之后 这所有问题 谢谢 Thank you